这两天换脸APP造占领了大家的朋友圈 AI换脸技术算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在这款APP里 用户可以通过上传照片来替换成任何视频里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款伙伴的APP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却是低调的默默 从股权和创始人角度 造的确是默默复发的一款现象级产品 造的创始人为默默总裁首席运营官王李 天眼查企业信息显示 造所在的公司背后实际控制人为王立·雷小亮 两人分别持股50% 从产品角度考虑 默默从开发推广到验证盈利有很长距离 同时面临多个业务风险 比如2018年2月收购的探探 由于内容问题后续多次面临下架 其他几款社交APP需要解决从用户增长 到收费盈利的转变难题 当下造曝国的同时 其图片隐私条款问题备受市场争议 商业模式而言 无任何付费功能 爆火之后带来服务器一度瘫痪 成本将因此大增 也有网友指出 其用户协议隐私政策和版权说明的相关规定不合理 有非法收集用户信息和侵犯版权的嫌疑 更有网友评论 有手机号有面部图像 通过技术合成 犯罪分子可以替你和你的家人通话了 而后造回应质疑称 不会存储个人面部生物识别特征信息 没有采集任何个人生物识别特征 随后工庆部就造APP的网络数据安全问题 开展了问询约谈 作为一个充满争议的现象及产品 你认为造能活下去吗 关注一蒙财经构建你的盈利体系